这部电影所给予很大支持的朋友都将会来到我们手印里的红毯 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看看稍后谁将会来到我们的红毯 为我们的电影来加油 当然我们的电影也会在5月17号正式的和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见面 到时候大家一定要走进影院来支持这样的一部 关于你关于我们关于我们大家的一个影片 好的首先让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电影手印红毯的第一组嘉宾 他们分别是青年艺术家演员黄焕 以及他的男朋友 同样也是一位非常有才的艺术家Alex 有请两位欢迎黄焕 欢迎Alex 其实黄焕之前和我们的这部剧的男主角影访 曾经给我们联手带来一部非常非常优秀的电影公品 也使用推荐当然会指导的蓝色骨头 两位在影片当中的表现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非常的既有心 欢迎黄焕 欢迎Alex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欢迎欢迎两位 来两位中间请 两位中间请 来中间请 好的收心 首先有请两位先和我们现场上先来打一个招呼好吗 来黄焕给大家回声好 大家好我是黄焕 好还有我们的Alex Hello OK欢迎两位啊 其实呢今天两位作为我们首预理的第一组嘉宾来到我们红台上 也给大家呢来说一下我们 稍后所有嘉宾来到红台上的一个流程 首先有请工作人员拿上两个板子 这个板子呢其实是电车上大家看到的 我们的 终点站我们的目的地是未来 这边呢 启发站是空白的 现在需要两位把自己的家乡是哪里写在这个地方 呃 right to your hometown here yes 好 现在就可以写了 写完我们才来聊一下 OK OK好 好 好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嘉宾都将会在我们这一块 红台上 写上自己的家乡 哦 哦 王鹤老师的家乡现在是 网上非常红的一个家乡 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吗 外里村 知道吗 网红城市啊 重庆啦 哈哈哈 OK 好 其实呢今天两位都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首先先听一听黄帆动 我们的男主角以往曾经有合作过吗 对 然后这一次我知道你也是专门来支持影坊支持导演的 你觉得他出演这一部影片 会比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吗 我很想看啊 因为我觉得 又很多年没拍戏了 然后现在也没怎么拍戏 然后曾经跟他一起合作我觉得是很愉快 他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演员 然后这次我更想就是看到他的进步 然后他不一样的云访 嗯哼 OK 其实我想说一下您对于您的家乡重庆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知道您可能现在长时间都在全国各地区奔波 可能回到家乡的时候就少一点点 您觉得您的乡重来自于哪里 嗯哼 其实我感觉我已经北化了 嗯哼 因为我中学就来北京 嗯哼 重庆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去旅行的地方 因为它是一个超级立体的城市嘛 嗯哼 对 就很辣很野很狂 很有活力的一个城市 对 OK 现在我们在网上也慢慢的可以从多个角度 欣赏到重庆这个魅力的城市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从自己的家乡 来到了北京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 其实想听听黄华老师 有没有给我们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一些建议 就是可能刚刚来到这些大城市打拼你的年轻朋友 给他们一些小小的贴士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建议 鼓励 嗯 我就觉得呃 人身短暂嘛 就是坚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对 因为你做自己要做事情你才会快乐 嗯哼 对 还有一个更加绚烂美好的位置在等着我们 是的是的 好的 非常感谢我们的黄华 以及我们艾迪克斯来到我们的现场 来工作人员收一下麦克风 两位来合理留念拍张照片好吗 拿着我们这个板子啊 好 我们再往右边一步 好的 OK 好 好 中间这位是我们的观拍摄影师 我们先看一下 好 右边 好 好 谢谢 欢迎欢迎黄华和艾迪克斯 谢谢 请移步到我们的放听 稍后我们一起来看 好 谢谢谢谢 期待我们黄华老师 继续在大一幕上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谢谢 谢谢两位 好的 接下来她是红坦的呢 应该也算是我的一个同行 让我们欢迎 周恩迪克斯的主持人记者 王一枝 有请 OK 那我们的一枝呢 也曾经担任过整点新闻的主播 以及 Ancient Today 早间版的主播 当然了还有各个频道的出镜记者 参与的大型活动呢 包括神舟8号9号飞船发射 那2017年呢 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品牌卡锅 OK 欢迎一枝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哈喽我是蜡姐王一枝 欢迎欢迎一枝 我知道刚才我听工作人员说 一直今天还是挺忙的 下面匆匆挺好吃的 马上上来来支持我们的电影 而且刚才工作人员说主持人就位了 我心里就灯了一下 对 有点职业习惯 马上拿话筒要上场了 对 但是今天你是嘉宾 好好的来看一下电影 放松一下 好 第一个环节 先有一个板子需要您来写一下 来邀请工作人员 拿上我们的这块板子 一块就可以了 好 OK 对 需要一直在上面写的 你看终点是未来 但是前面送来的部分 需要写下您的家乡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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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 很难猜到哦 对 往中 来 比我们多个人来收一下就好了 好的 来您给我吧 好 好 提到广州我们知道就很绚烂 然后很多好吃的地方 而且是多元化的一个城市 对 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形容您的家乡广州的话会是什么 广州我会选择 因为我觉得那里的人都非常的会生活 嗯 我们一般说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啊 没错 而且有很多的年轻人也怀着自己的梦想 到了广州这样的一个城市 对 去发展自己的事业 对 其实我们的电影《路过未来》也是关于一箱忍这样的一个体裁的电影啊 我不知道您对文艺片电影来说对您感觉如何 现在确实片子类型太多元化了 但是还是需要我们的文艺片一个很大的关键 是 我因为一般都是主持英文的节目 然后如果普通的观众认识我的时候都会通过比如说是好莱坞六大的首映上面会认识我 那所以我觉得跟那样的片子来比 其实我一天会更加的沉静一些 而且因为这部片子是我的好朋友林晶做制片人的 所以我一定会支持的 是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烦躁的社会当中 看一看我们这种类型题材的片子 会让我们好好思考好好沉淀一下 谢谢 谢谢你今天的光临 来 姑姑来收一下麦克风 我们拍两照片 要拿一下 好的 好 来看这里 好 中间是官方的摄影师 好 右边 好 右边 好的 谢谢 谢谢你来 请移步到方的地方 谢谢 谢谢您的光临 OK 接下来呢 踏上红蓝的这一位 从今在大萤幕上给我们带来 无数非常经典的电影作品 让我们欢迎导演 顾长卫 有请 顾长卫 来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顾长 大家好 我是顾长卫 欢迎顾长 好 来 有请工作人员 先拿上我们第一个环节的一个道具 来 顾长 有一个牌子需要您来填写一下 没关系您在中间就好了 来 填填比 前面是空白的 需要您写下您自己的家乡 对 虽然我们都知道您在家乡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写一下 写哪个家乡呢 您最有乡愁 最有感觉的那个家乡吧 其实我知道您来北京很多点了 祖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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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 现在我们一刷抖音 基本上都能看到西安很多人 对 最近好像西安在抖音上 抖得特别亮 对 我都知道西安人特别的豪爽 今天呢 我们难得请到我们的顾长卫导演 来到我们的电影录播 未来的首映红条的现场 其实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年轻导演 慢慢的开始拍电影 特别还有很多的年轻导演 致力于要拍好很多的一些 剧情片 文艺片 作为他们的前辈 有什么鼓励的话 要送给这些年轻导演吗? 我觉得就好好拍吧 多难得赶上这样一个好的时期 有这么多的可能性 就是好像不论是科技 还有就是整个观众 对好电影或者不同类型电影的需求 以及因为多了 片子多了 对好电影的人 就会选择哪些更有意思 更有内容 更有意思价值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加油 我觉得特别期待有好的电影 因为其实我们也总是能够遇到每年的黑马 都有一些惊喜 还是要坚持HX的梦想 但是有的时候 年轻人带着梦想的时候 往往是挺残酷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可能拍文艺片剧情片 不如拍那种商业大片 可能来的收获更多 我指的 不一定吧 这个标准其实是一个不能够简单化的标准 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数字 或者是一个标准来衡量 它的价值 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评判 就看你怎么理解 我觉得这个艺术 或者是越是有艺术品质和艺术价值的东西 常常会更容易架比联成 那就是 我觉得 大家都能感到的 明白 其实就像我们之前 给大家带来那个ART的文艺片计划一样 保持一颗初心 然后把真实的生活 高于 现实的艺术形式 把它展现在大家面前 一定会掀起一个全新的中国电影的拉草 谢谢 谢谢顾上卫导演给我们年轻导演的鼓励 来 大统您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咱拍档照片好吗 好 来 顾导 中间是我们的观光摄影师 来 顾导 好 谢谢 谢谢顾导 来 工作人员会收起来了 好的 谢谢您 好的 接下来呢 看上我们红卡的呢 他们非常成功的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让我们欢迎导演武士贤以及夫人著名演员龚美币 欢迎 五十年导演的代表作品 我现在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爱吃喜足自等待 行影不离还有去年非常大热的奇幻喜剧 反转人生 当然呢我们的龚美币大家也都知道 曾经主演过车四十次啊 曾经获得五十八级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 特别讲欢迎 欢迎 欢迎武士贤导演 欢迎光美币 欢迎两位 来 中间请 好的 首先有请两位先把我们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来 武士贤导演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两位 今天来支持我们的路过未来 来 有请工作人员先把我们的这块皮板拿上来 哈哈 对 有一点突然哈 您看到了我们这个前面呢是空 前面是空白的 后面呢 中间站是未来 前面写上两位的家乡 对 对对对对对 没错 哈哈哈 没关系 都写 写上是吧 好吧 哦 OK 台中 石师 哈哈 两位的原则从这两个城市开始的 今天来支持我们的路过未来有什么祝福的话 想送过我们的电影吗 嗯 然后希望电影大卖真是最重要的 嗯 OK 那五十年导演呢 嗯 一样吧 然后反正尤其是现在 这种文艺片一般在水上上有 会有一些相对的难度 尤其是这种大片期待的事 的情况下 但是能上院线已经是个很好的事 然后希望更多人可以去支持 OK 其实还想问一下我们的Vivy姐 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像90后的年轻的演员 也慢慢的还有一个越来越多了 在这边有什么鼓励的话呢 你怎么说的 没有我其实作为一个演员吧 只要是演员他都希望他演一些很有品质的 我们的一篇 UJ能有很多表达自己的演技啊 不方便的东西 嗯 其实就是很多人就会选 要么上一篇 要么微片 哈哈哈 对 微片确实对角色的要求更加的细腻 对 诠释起来这个对演技 要求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感谢两位的光丽 来这个比 画筒 您给我们一下两位拿着我们这个板子 来合影留点拍张照片 好 来看一下中间官方的摄影师 右边 两位看一下 好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五十天导演 谢谢Vivy姐 谢谢 接下来呢 踏上我们红坛的就是我们电影的各位主创了 好 首先呢 让我们感谢一下我们的出品方的代表 他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 他们分别是 阿乐影片有限公司总裁也是电影路过未来出品人 江志强江老板 万有影的电影 董事总经理路过未来联合出品人何月明女士 以及完美秀卫娱乐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我们的电影路过未来出品人爱情 请请女士欢迎三位 感谢感谢三位对于我们电影路过未来的幕后给予了非常非常大的支持 感谢感谢我们的三位 出品人来 三位中间请 好的 首先有请三位先和我们现场的朋友先打个招呼 好吗 来 大家好我是何鱼明 欢迎何总 大家好我是爱秋夕 欢迎你 来江老板 大家好我是江志强 欢迎欢迎三位哈 当然了三位也是这个要按照惯例来啊 我们有三个板子要交给我们的三位 前面固埋的部分呢 需要我们三位老板 写上家乡 自己的家乡 对 我们的中年站都是一个目的地 就是未来 好 我们看到何总的 家乡 东方蜘蛛 香港 对 江老板也是 美国人 OK 好 那我们的片子其实马上就要上映了 不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三位心情怎么样 好 刚刚跟李日君导演我们在聊天 嗯 就刚刚想起来去年 其实刚刚是一年前 17年的5月17号我们这个片 我们整个团队到了加纳 嗯 然后一年之后终于可以在 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乡 嗯 我们在中国可以用的片给到中国观众能看到 特别兴奋 特别感动 特别的感动 特别的兴奋 好 好 那我们的艾斯君女士 其实这部影片当中最打动您的地方是什么 最讲中国的地方是我们都是别的地方来到大城市的 来到大城市 还有我是一个别的国家 嗯 来到中国的 是 但是我有那个就是缓念我的家乡 嗯 我有那个感觉 所以我看了这个第一次看了就非常的打动 所以今天我们非常期待再次看这个 还有再次有所发现 谢谢 谢谢您的分享 那张老板你有什么话想对我们大家说的吗 呃 这个电影对于对于令我感动的演员的演出 演员的付出 呃 呃 里面所有演员 尤其是杨吉桑跟你 他们 大家都看到 他们 杨吉桑为了这个电影 吸引了很多其他很好的机会 呃 呃 等一下你我曾经问他 呃 他的 所有签在这些年轻演员的 未来艺术电影复苏 真的这个吸引内光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 我相信 我打好有机会我认为支持他们 哦 谢谢谢谢三位 来工作人员收一下我们的麦克风跟签名笔 三位拿着我们这个板子 然后咱们拍张照片好吗 来 三位看这里 好看一下我们中间白色衣服官方的摄影师 好 来 好 右边 好的 谢谢 谢谢三位 谢谢三位老板 对于我们电影入国未来给予了这么大的支持啊 其实我们的那位老板呢 呃也在未来将会给我们带来这个ART的文艺电影的计划 好的 接下来呢 有请我们影片当中的另外的五位主创来到我们的现场 让我们欢迎 导演李锐俊导演 制片人林金 以及三位主演 啊 两位主演周波王婷 来有请四位 欢迎 欢迎 欢迎导演 好的 好 来 来这边请哈 好的 我们的四位主演已经来到我们的同产现场了 来有请工作人拿上我们的这个板子 啊 那个需要我们的四位导演来写一下 四位主创 然后呢在我们的前面空白的部分 把自己的家乡 写上 好 那我们的林总来长沙 好 好 好 对我知道我们铁人是来自爱州的 您这俩地儿啊 新疆 然后后边那是 襄阳 啊襄阳 好 ok 来我们四位主创都已经写上了 然后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导演 来 话筒您 我给您拿起来哈 片子马上上映了 您用简短的话能不能分享一下此时此刻您的心情 嗯 一个孩子终于过周岁了 哈哈哈 大家知道这个电影其实是在去年的5月17号 我们去了嘎那电影 是 是 手印到今天 马上要是1号 就是真的是 在感觉给一个孩子过周岁 对 然后现场每一部观众 好像就是都是亲蒙好 都是家人 好 来四位看前面 看前方 好中间官方的摄影师 好 右边我们也来看一下 好的谢谢 谢谢谢谢四位啊 谢谢谢谢 我们期待我们来导演的作品 也期待我们两位优秀演员 在影片当中出色的表现 稍后我们还有应后交流啊 好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我们剧中的两位领行主演 让我们欢迎杨子山 银房 所以说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呢 对于我们 紫山和银房 这一次所出演的 两个人物 都记忆非常深刻 以起了很多朋友的 共鸣 大家都在 去年的时候 两位呢 也曾经带着我们的地 路过未来 踏上了我们 嘎那电影节的红毯 那当然今天呢 我们在一年之后 也来到了我们 手艺里的红毯 那这一次呢 我们的银房 所出演的是一个 特别有情有义的一个 感觉是一个 江湖人士 小混混的感觉 那这一次呢 我们的 紫山的也是 出演了一个 深圳打工妹 两位呢 在这部影片 包括前期准备的时候 都为角色所付出了很多 也把自己 改变了很多 更加的推进角色 欢迎 欢迎紫山 欢迎银房 欢迎 来 两位今天请 首先 有请两位先和我们现场 打个招呼 好不好 来 大家好 我是潘子山 大家好 我是银房 现场有很多的影迷 让我们的两位主演 听听你们的欢呼 笑好哥 谢谢大家的支持 来 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拿上我们的两个板子 前面空白的部分 需要两位把自己的家乡写上来 来 话筒我来看一下 写上自己的家乡 终点战都是未来 好 好的 来 话筒给两位 其实呢 刚才我有说过呢 两位在去年的时候 就带着我们的电影路过来 踏上了甘纳电影这个红炭 那今天呢 是手定的红炭 心情应该不太一样吧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吗 哈哈哈哈 嗯 觉得挺开心的吧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尝试音速片 然后谢谢 今天现场 来这么多的朋友 来支持我们 谢谢大家 嗯 你好呢 嗯 这是一部特别 真挚 真实的电影 然后 希望大家 5月17号 全夺 一连专线 上面 希望大家去看 谢谢 好的谢谢 我们也非常期待 两位在影片当中 出色的表演啊 来我们工作人员 收一下我们的麦克风 两位欢迎留言 好 好 来 来 来中间 中间 来看一下 好 来两位右边 三 三 一三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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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两位中间 中间关方的摄影师 我们再看一下 中间关方的摄影师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这边 谢谢 来 来 走 来 走 走 走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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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宝啊 大家有时间也到他们的家乡呢 已经跟她去做客 谢谢两位 来移步到我们的欢迎厅 稍后我们第一时间给大家放电影 谢谢 大合影是吗 好好好来来来 那我们所有主创来 包括我们的出品方的代表 包括我们的制片人 我们一起来拍张大合影 包括我们的导演 来 呃 这边 这这边 呃 对 我们统一 呃 我们统一还要 左边 到左边那走一点 好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好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官方的摄影师 先看一下官方摄影师 好来右边 我们统一看一下右边 当然今天呢 有很多朋友拿着手机拍了很多的小视频 拍了很多照片 希望大家发到朋友圈 发到微博当中 让更多的朋友来支持我们的电影 也希望大家在各大街上 观光平台上我们给一点点想看 好吧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老板 谢谢导演 谢谢我们的各位演员 谢谢 我相信我们的电影正式上映的时候 一定会感动到很多的朋友 当然今天的也有很多朋友 会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影片 请大家记住我们的电影将会在5月17号 在艺术电影放映联盟 进行专线放映 不管你来自哪里 都请大家走进影院来支持这个电影 路过未来 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手里的红产的现场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下期待 今天做一个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